字幕by 翻译&字幕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伯 最近因为肺炎的疫情 闹的人心惶惶 结果这几天害我睡得不是很好 会不会是因为时差啊 哎呦 有可能哦 可能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去年一月 去法国的关系 導致我身心 可能也受到一些感染 疑願 疑願會不會太久啊 聽說現在已經住進精神病醫院了 結果呢 在半瘋半醒之間 我的大腦 腦血管暫時性的擴張 導致,顱骨外的肌肉群 產生不正常的收縮 頭痛就頭痛 我在想 我的頻道定人數 怎麼會這麼的高呢 有多高啊 三四樓這麼高啦 竟然比當兵的一排 還多了一些人 總共四十人 哇 胡成長大了 嗯不錯不錯 原因呢可能是因為 時下的模式已經過了 還是別人不懂我的梗 所以這幾天我不斷的反省 難道我不是包豬婆 口中的那個 天生練武奇才嗎 現在懂這個梗的 好像只有我們這一代耶 那我們換一個講法 難道我不是 困難高手裡面的櫻木花道嗎 好啦你開心就好 好啦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應該說饒舌界的高爾瑄吧 高爾瑄 這樣比較多年輕人聽得懂吧 高爾瑄是誰啊 高爾夫我還略懂一點 想到這裡突然有一句話 在我的腦中盤旋 天才跟智障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嗯 我抖了一下 難道我會是智障嗎 很像耶 結果這幾天我才是找 鉤谷 哈哈哈哈 咳 好苦 嗯 講錯了 是Google 找到了一篇 NASA科學研究的文章 哈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有些人 天生就比較有創造力 創造力是否能夠透過教導 以及訓練產生呢 於是他們將四到五歲的 一千六百名 阿朵阿屁孩 都要來測驗 結果擁有天才等級的創造性 想像力 果然是阿朵阿 雖然力果然不同方向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言歸正傳 我們正式來一次 擁有天才等級的創造性想像力的兒童 比例竟然高達了98% 看了 大家都是天才了嘛 但不要高興的太早 創造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 到了十歲左右 再把那一千六百個長大的 阿朵阿屁孩 抓來進行同樣的測驗 發現呢 創造性天才的人數 降到了30%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他們才研究 研發高 我...我...我... 就一句 就一句吐槽 你也吐成這樣子 到了十五歲 只剩下12% 那一千六百個屁孩 這麼好抓 所以代表教育體制有很大的可能性 會扼殺我們的創造力 以及想像力 結論就是要增加 性能力嘛 不是啦 是創造力 就必須要回到五歲那一年 可是瑞凡 我回不去了 照這樣推算 我念完碩士 到現在應該剩下 簡單來說就是砍掉重練 那根據這個研究來看呢 我們還是要給他做個結論 現在的我應該是智障吧 你說誰智障 你猜智障 你卻叫智障 研究說的只是創造力的部分 並不包含智障 各位也不要太擔心 NASA在美國 而且跟台灣的教育體制也不僅相同啊 所以大家還是笑笑 認真上課上班就好 都是創造力的部分 是創造力的部分 脂質本來要做囉 啊